说到演艺圈长春树和容颜不老的老戏谷,不少人的第一版妞是刘晓庆,而在泰湾有一位奶奶级别的女神演员,演过和刘晓庆一样的角色,和刘晓庆一样保持容颜不老。 那就是今年已英六十九岁,刘晓庆,1949年6月5日,出生于江苏苏州,1953年随父母迁去香港,20世纪六十年代初,以香港上市电影公司同兴出道,曾经邀到泰国国王遇前表演歌舞,年轻时的她就是名艳系的大美女。 上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,刘晓庆一直在香港影坛发展,出演了《多部香港舞打片》,是众多大女中的一位。 直到八十年代,刘晓庆转战台湾电视界,1984年出演了《台湾神雕侠》中的《小龙女》。 这部剧在当时取得了《空前的成功》,她也被誉为最伍媚小龙女。 她这一版本《小龙女》少女感十足,可是谁又能看得出,她已经三十五岁了。 三十五岁大红后,刘晓庆第二年正式出演了《一代女》,《黄》。 在里面饰演鲁泽天和《太平公主》两个角色,虽然已经三十六岁,但从少女的女皇帝刘晓庆,演绎得毫无违和感。 这部剧也成为了她的代表作品之一,收视率一度达到百分之六十以上,少女感强不说,潘晓庆的业务能力也极强,放到现在几乎说得上的收视保障,也可以说得上是第一代大女主,1992年。 她又出演了《一代皇后大玉儿》,在里面饰演女主《孝庆皇后》,再次掀起了收视高潮。 至此,她几乎演变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女性。 2011年,潘因子复出拍摄了《倾城绝恋》,六十二岁再次出演《孝庆太后》年纪倒是很符合,可照片看上去怎么都不搭。 她,虽然不再出演年轻的女主角,但令人惊讶的是,十年不在电视影评上露面的她的脸,竟然依旧没有变化,皮肤跟吃了防腐剂一样光鲜透亮。 跟小她六岁,也套称不老的刘晓庆相比,潘因子的脸更自然,更惊人的是还能看出来少。 浴感。潘因子自己也说过保养秘密集,其实就是潜于保养家大量运动,看起来很简单,但是也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效果吧。 演唱 《孝庆太后》 演唱 《孝庆太后》 演唱 《孝庆太后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